原来还有一块 我已经切完了 要聊吧 有个小的杯 一干一块 接着这个碗 有什么小的杯 就最高点的 对啊 把我弄了 好香 这个面 就盆着面 那里倒回来切 对 咋子是什么的呢 得到我 就高点在这里了 就这样就折到这里来 反正就是 就跟这个面 是两个面的平行的 平的那里反向的脚 得到我 得到我 你把葛大师搞得 都会做杯子了 除了会下猪子料 还会下杯子料 小天的全彩 很香 对 漂亮 完美 一个小杯子 漂亮吗 漂亮 看下这还有肉 这还有肉啊 我们大家就使用这个杯子 只干了 难道这还有鸭汁没骗出来吗 这块也薄得 一块一块 又一块 薄得下来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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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薄得下来 一块薄得下来 我说半天你又没打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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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薄得下来 一块薄得也很好看 一块薄得也很好看 这种料就是越薄的地方 颜色越漂亮 真的漂亮 好美啊 你又去一下 我又去一下 好美 颜色就好美 继续 继续 一次 来吧 好 又大 他就大了 没办法 他又大了 嗯 一分速冬破 我是花菌 剥脏与电落 夜盘秋水 呼吸一点梦 我心态你就发作那年往送的笑 已经是一块了 这一块看好不好了 这一间超级的 都好了都好了都好了 这个颜色厉害 水墨和水墨一样 经过第三次模具又开始了 还先给你一块 大吃模具磨的都摇头了 很烂 这个六是射的我头都碰了 哇 这片子 这片白鸡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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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骨波白鸡很痛苦 看来这是骨波 来 这个骨波 切完了 基本已经切完了 我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切了比较薄的两片下来 这两片可能做一些随形的牌子 或者小雕刻 其他这些呢 按照1.6切的 之后我们再看做1.5还是1.6啊 之后说可能有6到7块 颜色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料呢 之前我们视频上说过 它白皮非常厚 所以也不是很敢给客户来赌啊 我们就自己拿来切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不太能确定 它能切出多少东西来 所以我们自己切呢 会自己放心一点 其实像这种料呢 越薄的地方 它会感觉越好 就像这些地方啊 都是这块料的精华 越薄的地方 它的颜色纹理都会长得更好 有几条应该会比较漂亮啊 带一点这种硫巴 有点不对焦 带这种黄色的小刘巴冰 整体来说颜色还是不错的 白皮也确实像我们估计的一样那么多啊 甚至可能比我们想的白皮还要厚 但是这种白皮特别结实 白皮也是很重的 要不拿个桶来装 好 你要吃白皮沉水吗 白皮带荧光你看 这样子真的太好看了 对啊 带着荧光的白皮哦 哈哈哈哈 这个白皮都是很结实的 有一些很压秤的 很占重量的 因为这种料子的密度非常高 它的白皮长得也是很结实的 这一块放过水 下面那些黄色的地方到时候就会显示出一些硫巴冰和荧光啊 它也是这种紫色的 带一点金色 这种料子呢就给人视觉上的对比非常清晰 感觉就比较绚丽多彩 师傅最近几天切了很多料啊 很忙 所以这些可能没有那么快做出来 放在这里等一等吧